今天的影片有抽獎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哈囉我是劉澤 大家知道一番賞嗎? 我之前9月的時候去了一趟日本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看到即將有一款要上市的一番賞 主角就是他 迷你Q超級可愛的 這是神奇寶貝的最新的版本的其中一個角色 人氣很高 他就是一隻打扮成皮卡丘的樣子的一隻幽靈 我那時候在日本看到他即將要出的時候 我就很期待 那今天呢就是10月25號 他終於在台灣發售了 然後我當然在第一時間呢 一下班之後就立刻衝去抽一番賞的店 就是試吃手氣這樣 直接先跟大家講結果好了 大獎之外的東西全部都抽到了 我就是天生就是很沒有這種抽獎運的人這樣 那我想我既然抽都抽了 我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戰利品吧 那他總共有A賞到G賞這樣 A B C D E F G 總共有7種 除了比較好的A賞 B賞 C賞之外 其他部分我都有抽到 那我就一個一個來跟大家介紹吧 從最低獎開始好了 最低獎是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像是吊飾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選的 他就是隨機的 那我看看我會抽到哪一個吧 哇 我抽到的是迷你Q 太好了 這個很幸運耶 因為他這次的主題啊 就是迷你Q的馬戲團 我竟然就抽到這次的主角 我覺得還不錯耶 他其實還滿有質感的 是金色的 然後還有附一條小小的鏈子 不錯不錯 欸這個比我想像中的好滿多的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第二個呢 就是F賞 那F賞的部分呢 我抽到了兩個 登登 這個是可以自己選的 那他是手帕 一共有5款 我選的第一款呢 是這一個 有皮卡丘的 登登 這是他的圖案 欸我覺得還滿可愛的耶 他是這種就是 背面是這種毛毛的手帕這樣 然後他本大小大概是這個 這個樣子 就是隨身攜帶 我就算是OK啦 那這個是 嗯 皮卡丘跟便便這裡 有一隻小小的 迷你Q 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這個配色還滿可愛的 然後第二個呢 是這個 這個呢 是迷你Q 跟就是 太陽 衣布 跟 嗯 月衣布 的造型 我覺得圖案也很可愛耶 不錯不錯 接下來 要見證我手期有多殺的時刻來臨了 就是我們的 衣賞 衣賞的部分呢 是玻璃杯 那他一共有四款 我四款都抽到了 就知道我有多衰 好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開箱給大家看吧 首先第一個杯子的樣式是這個 這個是跟剛剛的手帕一樣的圖案的 就是 迷你Q跟兩隻 一部的組合 那他背景的部分啊 這個地方是有點金色加黑色的 然後第二款是這個 這個是 梗鬼的 梗鬼我覺得也很可愛耶 然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玻璃杯他並不是直直的 他是稍微有做一點 就是腰身的這樣 我覺得 他的尺寸 算是 還蠻實用的啦 就是一般 喝少少的 倒飲料的杯子 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那接下來第三款是 這個 也就是這一次的主題的圖案 跟剛剛第一個介紹的小教室的圖案是一樣的 就是 迷你Q的 馬戲團版本 最後一款是這個 這個超可愛的 大家看得出來嗎 這是皮卡丘跟 旁邊有一隻 百變怪 這個配色還蠻夢幻的耶 我喜歡這一款 不錯不錯 最後呢 我就要介紹今天我抽到的最大獎 第一賞的部分是 小碟子 那小碟子的部分呢 總共有四款 也是可以自己選的 那圖案的部分呢 在這邊 那我這次自己選的是 這個 就是這次的主角 迷你Q的臉 喔 就是這個 迷你Q的臉 那它是一個非常小的碟子 大概就是 我手掌的大小而已吧 但是我覺得 很漂亮耶 黃色我覺得也 做得很好 然後它背面是長這樣子 還蠻有質感的小碟子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戰利品 那這隻娃娃是我之前買的 我可能會送出 這邊的部分 就是這個是 一個吊飾 然後還有這個手帕 然後還有這兩個杯子 就是跟貴的跟迷你Q馬戲團的 給大家 那只要呢 你在下面有訂閱 然後在下面留個言 我就會在萬聖節當天 就是抽出來 然後想辦法聯絡你 然後寄送給你 對了也順便跟大家感謝一下 我們的頻道已經突破100人訂閱 雖然是一個非常小非常小的里程碑 不過 總是要開始的嘛 那就謝謝大家的收看啦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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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